7月12日是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8周年 7月11日中国研究机构发布报告 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 强调中国政府坚持不参与不接受 也不承认仲裁庭做出的非法裁决 当天由华阳海洋研究中心 中国南海研究院和中国国际法学会联合撰写的 南海仲裁案裁决再批驳报告在北京发布 报告指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距今已有8年 非但不可能为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化解争议提供解决方案 反而使本已错综复杂的南海问题更加难解 裁决并没有 事实上也绝不可能给南海带来和平与安宁 中裁裁决已经成为南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中国与有关当事国双边关系的缴绝者 全民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和有序推进南海行为准则挫伤的南路虎 吴世纯指出 近期一些域外国家在南海地区的军事活动增多 个别当事国以固化和扩大既得利益为目的的单边行动增多 菲律宾以坐实南海仲裁案裁决为目的的法律动议和海上行动增多 仅就菲律宾而言 其图谋长期占领人爱交 试图重返还原岛 还不施扬言准备再度提起新的国际仲裁 菲律宾县政府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将前几年来中非双方妥善处理南海问题 管控海上分析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 基本破坏殆尽 中非关系好不容易逐步走出南海仲裁案的阴影 现在看起来又归零了 而且还在朝相反的方向大幅倒退 吴世纯表示 国际社会虽然已经广泛知晓中国不接受 不参与不承认的立场 但一些国家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台决 对当事国妥善处理南海争议 对南海地区的规则构建 对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对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和巨大危害 我们重申中国对仲裁案 以及仲裁裁决的立场 对于菲律宾滥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 无视中国坚持通过谈判和吸双方式 管控分歧解决争端的一贯立场 而单方面提起仲裁 中国政府坚持不接受不参与 中国政府不会承认仲裁庭做错的非法裁决 也不会接受任何机遇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近期菲律宾扬言再次提起针对中国的新仲裁 吴世森表示 无论菲律宾政府如何包装所谓的二次仲裁 其内容必定与仲裁裁决的若干错误裁定产生关联 菲律宾扬言还要再次提起针对中国的新的仲裁 从某种意义上讲 也是仲裁裁决余毒 没有彻底输清的表现 作为南海诸岛真正的 唯一的主人 和南海有关海洋化解争议的当事方 中国需要从南海有关争议产生的历史经纬 和实施真相出发 反复的持续的对仲裁裁决进行 湖底抽薪式的消毒 从法理上将这个长期破坏国际法治的毒瘤 彻底清除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